來到高雄燈塔 接近傍晚了 那園區的開放時間是 早上10點到下午9點 目前的位置在這裡 騎著腳踏車 快要 黃昏了 太陽快下山了 好漂亮的高雄燈塔 這一個觀景台 好美喔 這邊就是獨川頭 這邊就是上來的路 燈塔好像還好再往上 有船 山上有雲 霧萌萌的 漂亮喔 好漂亮喔 船經過 這邊就獨川頭 看得到八五大樓 哦,獨川頭是這邊 有可愛的鳥啊 飛走了 這邊來了 ,飛走了 往上就是高雄燈塔了 往上就是高雄燈塔了 這邊就是海了 啊 那邊停了好幾艘軍艦 其他空間 在目前位置 有簡介 有簡介 好喘喔 有新人來這裡拍婚紗 這邊很美 女間餐廳 海岸線咖啡 這間餐廳 換電櫃台小型的正座 有西裝的感覺 好多 這個可以我拍一下 謝謝 祝你的老闆 謝謝 我來這喝喝咖啡 上面就是燈塔了 這邊可以坐著用餐 帶大家看看 蠻喘的 上來到最上面 風景更好 上來這兒很放鬆 很多人 一個人坐在這邊 喝喝咖啡 看夜景 燈塔裡面 還有展覽室 燈飾 燈飾 燈飾是 謝絕參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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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恆的光照 所寫之石板 單眼望眼鏡 上感測兩椅 燈塔的後面 無線電視 這邊可以拍到中山西子灣中山大學 這邊就是中山大學 可以聽到海浪聲 渡船 西子灣到奇津的渡船 八五大樓 黑暗的大海中 就會出現一個明亮的燈塔 指引著遠方的船隻停泊 就是高雄燈塔 360度旋轉 燈塔上面也有化妝室 出現一個明亮的燈塔 第一份,有賣飲料跟蛋糕 高雄燈塔再往上的話,就是可以到砲台 旗後砲台 這裏就是要往旗後砲台 這裏是高雄燈塔園區的後門 有一個類似雷達 到了渡船頭 這個是 高雄港務警察總隊 船都停在這邊巡邏 這邊就是渡船頭了 旗津渡渡輪站 我們就往旗津老街 正在停靠船隻 警察總隊 正在綁船隻 正在綁船隻 走到腳踏車的步道 先禁止汽機車進入 有腳踏車,可以騎U-by 騎腳踏車 進去看看 這邊是山港區的土地 除了騎金老街 除了騎金老街 可以來騎車的話,可以騎這條步道 這邊也都是海 漂亮的海 可以釣釣魚 腳踏車 腳踏車 步道 這邊也能爬樓梯到燈塔 這邊是最接近 西子灣的地方 對面亮亮的就是西子灣 蠻適合釣魚的地方 蠻適合釣魚的地方 這邊就盡頭了 這邊就盡頭了 對面就是西子灣 對面就是西子灣 沒路了,歡迎光臨中華民國高雄港 好,回家 好,回家 這裡進去還有 這一條未知路 代序 太暗了沒有路燈 這天白天 再來騎看看 這裡面到底是什麼 太暗了 拜拜 拜拜 剛詢問了釣魚的 的人 他說這一條 原來是可以通往 星光隧道 哇,這邊就海岸了 他說可以通到最前面那個 海水 騎經的海水浴場 所以 雖然沒有路燈 帶大家進來走走看 這個要白天來比較漂亮 旁邊就聽得到海浪聲了 好,我先專心騎車了 這邊好暗喔 這邊就是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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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為人聽到海岸聲音 繼續往前行 第一次來到這裡 是現在的位置 是現在的位置 自行車步道 我們現在騎的就是自行車步道 騎後炮台 星空隧道 等一下就要前往星空隧道 繼續往前 太漂亮了 到了 星空隧道 旁邊是 海啊 可以聽海浪的聲音 這裏超舒服的啦 星空隧道 要騎腳踏車來,不會那麼累 哇 啊 這裏都是從海底的岩石 然後陸地升上來之後 以前都是在海底的石頭 好棒的地方 介紹給大家來 這裏就是星空隧道的奇金 星空隧道 很漂亮 兩邊都可以通 右邊就是星空隧道 左邊就是我們來的奇金沙灘霸 它兩頭都可以通 前面藍色的部分就是 要往沙灘霸的方向 還有兩支路 現在就要往停車的方向了 這一段也是很舒服的地方 還有很多那個躺椅 這邊都可以坐 這邊都可以坐 還有 一個人拿了望眼鏡 這隻狗 很南洋風啊 椰子樹 這個就是椰子樹 左邊就是奇金老街了 超棒的地方 還有個涼亭 有涼亭 超舒服 躺在這裡 聽著海浪的聲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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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